咱俩就不绕弯子了 说吧 怎么回事 为什么是你 你说的是说明会那天的事吧 我知道 你认为我的能力不够 可是在智慧城市 我毕竟也跟了你五言 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 好不容易等到这样一个机会 我真的不想拒绝 当然不能拒绝 你做得没错 莉莉 这真的只是个巧合吗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这真的是个疑问 这五年你没有白跟我 长胆识了 你好好干 我先走了啊 你说什么 这事跟你没关系 不是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几遍 这事跟你也没关系 他们新上任那个总监 和他们那个张总 早些年就混在一起了 说不定这事啊 人家在床上 就已经定了 跟你撞那个郑平啊 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不是 这种事你可不能 胡说八道啊 哥 我对你胡说八道过吗 这种事我能胡说八道吗 不是 你这小道消息 你都哪儿来的 没事出来走走 你说那凤姐跟郑平 公司就楼上楼下 你想知道郑平啥事 你 你就往这儿一做 你什么不知道 我原来啊 光知道那个窦莉莉 和那个张辉 就是那张总的 有一堆 但是我没想到啊 是窦莉莉把郑平 急走以后 窦莉莉上位啊 因为缺少了这个环节 所以我上回 才错误地跟你分析说 郑平要和你接 走 走 那你干嘛去 找我去 这事跟你没鬼 这哑巴亏咱不能吃啊 算了 你说这该骂哑了 不该干的事也干了 多一事不是少一事 哥 你知道你这种行为 用东北话翻译过来 叫什么吗 熊蛋玩意 要不这样 这事现在你也甭管 我替你解决 我替你处理 你这这这这这 该干什么你啊 这好不是 刚把事弄明白 你给我捣乱去 算了啊 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农夫与蛇 妇人之人 我都不愿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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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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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怎么摔倒了 我没碰他啊 我打了个喷嚏 我拼了一个晚上 才拼得七七八八 就你这一个喷嚏 全打了 那你想怎么着 你又想扣我钱啊 我什么时候让你赔了 还想逗我麻烦你以后 把这些碰不了的东西 你都给我拿安全标志贴好了 安全指数低得 我离他远远的 还是按照价值来分吧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 你哪个能碰 哪个碰不到 那也行 反正这个 不是要打坏的 怎么又行 如果要打工 变国里煮的东西呢 时间我调好了 你别乱动啊 我出去一趟 不行 你那二十三份食材 我没办法一次性买购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都要出去买点 然后再回来准备 谁让你上半时间出去买呢 因为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好吗 等等 我也一起去 六个苹果 七百六十八 怎么想的 两个菜交求是吧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药啊 你管得着吗 你不是说我脑袋有病吗 脑袋有病就多吃点药呗 你脑袋有病 要不分你两盒 白送的 亏女还是当医生的呢 你们是不是就知道 打针区药动手术啊 好好吃饭 比吃得这么多强 你这种一点生活质量 都不讲究的人还 还跟我谈这个 像你这种冰箱里 天真都是垃圾食品的人 还跟我谈生活质量 露出马脚来了吧 只要我一谈到钱 你马上变成一只 非常有攻击性的刺猬 我是在说事实好吗 事实呢 是你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菜 你让开 这个每一百克含维他命C 十九毫克 而且含丰富的钙铁芯 还有这个含蛋白质和铁 以及多种维他命 这两样东西加起来 我随便在一个菜市场 十块钱给你搞定 可是你这随便一盒药 能抵我这一车的菜 其实这个药和菜 营养价值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吃菜药比吃药 容易吸收得多 懂得还不少啊 还有啊 你看过这个菜谱没有 你这上面的方法 根本就不是 最佳的烹饪方法 这根本就达不到它的作用 这就叫暴舔天物 其实跟你说实话吧 这些菜我还在菜市场 三百块钱全给你搞定了 可你在这儿呢 两千块钱都拿不下来 这就是你说的高生活质量 开什么玩笑 我承认 的确我小看你 怎么着 为了在嘴巴上赢我一把 下了不少痛苦吧 我真没见过 逼你还把自己当回社里面 你真就小看我了 尝试菜场那是我的地盘 你以为家庭主妇 这么好当的 上有老下有小 吃得好还得吃得健康 我也很骄傲地告诉你 我们家莫里 从小到大 没吃过药 没打过针 说你胖你就喘上了是吧 上次谁在医院里哭哭啼啼的 是茉莉 那她也不是吃坏的呀 是受伤 什么菜啊 老弟 真的好棒 还爬山呢 夏琳这么好玩啊 那下次跟老大一起去行不行 好好好 好 下次再聊啊 乖 我还没说呢 我跟茉莉聊天有你什么事啊 我跟茉莉有很多很多话说 我跟茉莉有很多很多话说 茉莉跟你才没话聊呢 茉莉 茉 看什么看 干活去啊 渡渡边 渡渡边 您看一下 这是下一期文艺本案的小样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拿去自版了 对了 广告部刘展鹏主任 说有两个广告要投放在这个版面上 一个是拍发 一个是人人网 你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咱们做不了 你得问一下孙主编 行那我知道了 敏秋啊 我可以这么叫你吗 当然可以了 您是长辈 怎么叫我都行 那个 我给展鹏打个电话 不不不 不用打 不用打 我见他干什么呀 我今儿到这儿来啊 就是想来见你的 见我 敏秋啊 虽然咱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觉得我对你爸 已经相当地熟悉了 我们家刘展鹏这段时间啊 又回家呀 就是敏秋啊 敏秋啊 所以我一看见你啊 觉得可亲切了 阿姨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我是听说你跟我们家展鹏 闹得点小矛盾 敏秋啊 你也别给阿姨多事啊 就是展鹏这孩子吧 打小 心就大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拧巴 这么纠结过 哎呀 整天茶不思饭不响的 一句话都不说 搞得我这当妈的呀 我都着急了 哎呀 我就想到底为什么呀 我这不是冒冒失失地 跑到这儿来找你 我就想问问怎么了 阿姨 没什么事 可能是我跟展鹏之间 有点小误会吧 哎呦 误会必须得解开了 是我们展鹏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 你跟我说 回去我就批评他 没有 没有 不是展鹏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有很多话 我已经跟展鹏都说清楚了 关于你和你前夫的事情呢 我多少也是了解一点的 你求啊 阿姨是过来人 我今天来找你呢 我也想跟你说说 劝劝你 展鹏他爸去世的时候 展鹏可能比小语大不了几岁 我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幸好我们家展鹏争气 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好日子 我知道 你呢肯定是比我年轻的时候强多了 现在的条件 现在的形势 那时候都是没法比的 可是不管什么样的形势 什么样的条件 这孩子他是需要父爱 需要父亲的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懂啊 我不明白 我怕我们家展鹏吃亏 所以我坚决不找 后来我都这么大 大岁数了 明白了 晚了 其实你要对孩子不好 孩子更可怜 你们家小语我见过 那小子真是可爱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跟我们家刘展鹏结婚了 展鹏必须要爱小语 我向你保证 我对小语也会像对自己的亲孙子一样 这个你绝对地放心 明秋 明秋 我知道你跟你前夫感情很深 可是人已经走了 活着的人总得为自己打算吧 要我看 你和我们家刘展鹏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说句公道话 我们家刘展鹏 虽然离过婚 但是这离婚的这个原因不在他啊 要说对孩子 对老婆 对家庭 我们家展鹏那是绝对没得说的 工作上那就更不用说了 你们都是同事天天在一起 互相都相当地了解了 我都觉得你们两个人能走到一起 那就是缘分 缘分是要珍惜的 你说是不是 阿姨 您的意思我明白 我呢也知道展鹏她是个好男人 对啊 好男人 多要强的女人 都得找一个好男人 踏踏实实过日子 那才太平才顺利 可换又说回来了 这世界好男人 多么地不容易找到一个呀 要说错过 那就是一秒钟的事 要说遗憾那可是一辈子啊 阿姨 我觉着你跟我们家刘展鹏 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再跟你说点秘密 我们家刘展鹏离婚以后啊 不知道有多少人给她介绍女朋友 要说那些女孩的条件 哪都是相当地好啊 她根本不见 那时候就想 怎么了这孩子 有病了 脑进水了 今儿一见你啊 我了解了 她那小心眼里啊 就只有你 别人谁都装不下了 阿姨 谢谢你 你看 你对我跟展鹏的事 这么地关心 可是我爸 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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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也不是想要你立马三刻的 就回答我 我也不是那地主佛带奖亲的 我今儿来呀 跟你说了这么多话 我的忠心意思 他就是说想 你再考虑考虑 别那么快就下决定了 我每天好 我看见你 你不让我拥出 你的末年 你不是什么 你不敢想要把老婆 你不要带奖 你是不是 你不让我带奖 你还要说话呀 你是认真的吗 你什么意思啊 爸 我在这儿折腾这么大半天 我闹着玩呢我 亲爱的 我哪敢呢我 我是怕你没想好 是一件就反悔了 我张天琴再也不着调 我能拿结婚这事开玩笑吗 让你姐调查你的资料看看去 之前我交过那么多男朋友 我跟谁提过结婚呀 体育不漏啊 就跟你 郑孝叶知道吗 我叫你死了 讨厌 你不是我昨天晚上 翻了一夜的家屎 你说我这老郑就上九代 也没干过什么 拯救国家挽救人民的事 怎么这么大一口 狗屎于将我头上了 我告诉你 我想都不敢想 谁是狗屎 我 我 我是狗屎 你是狗屎 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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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业 亲爱的 我是真心真意地喜欢你 此时此刻 我也是真心真意地想娶你 不管咱们俩以后发生什么事 反正你记住我这句话就行了 别的都不重要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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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事都不重要 但是 你看我现在吧 都穿成这样 出份你嫌我的诚意了吧 你的诚意呢 我是这意思吗 那你什么意思 我这让你来帮我挑婚纱呢 你想要很重要 我的诚意最重要 可不可以我挑婚纱 不挑婚纱 不许吃饭 服务员 来 把你们家不最多的婚纱 给我拿过来 我行 我来跟上司 不吃饭 我不会 我来爱你 我去找好 我去想不去 你旁边 我去补米 你成功 我来奥米 我去补米 要不要 我 我去补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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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去补米 我去补米 你说到底选哪家好呢 我怎么有点挑花眼了呢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就选婚纱了 你可真够机器的 什么叫八字没一撇呀 你不信任我 我信任我当然信任你了 但是亲爱的 咱们俩真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看 正 正没领 日子 日子没定 就连你爸妈我还没见呢 就这么结婚 不合适吧 就是啊 这么重要的事让我给忘了 不过我已经跟他们说了 我要结婚了 真的 那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是 他们说 我头脑发热信口服说 根本没理我 那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要不然这样吧 改天找个时候 把我 接着跟你爸妈认识 干吗还敢听啊 去去去去 不行不行不行 这怎么行了这么晚了 再说 我什么也没准备了 打脸要趁热 以防你现在后悔了呀 今天见了我爸妈 咱俩的事就是板上钉钉了 你要是敢后悔的话 看我板子这么说说 哎呦 走吧 不行 天晴 这不就更不敢去 我爸妈人可好了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准备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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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对不起 叫小叶 走 走 使点劲 使点劲 高一点行吗 别偷懒 身体起来点没听懂啊你 谁说我没使劲啊 我现在都快断气了 你说像我这个岁数的 哪个没有小肚子 天哪你 你那还叫小肚子啊你 你都快赶上弥勒佛了你 我跟你说啊 您那堆脂肪的危害有多大 你知道吗 你再不断练断练 你还有心脏病呢 你还想到医院打心桥啊 我本来好好的 再怎么练下去 就得再打个桥去 放心吧江科长 我对你的运动量 那是有精准的控制的 开玩笑 我带了那么多学生 我还练不好你了 来来来接着来接着来 别偷懒啊 我告诉你今天还有二十个 没练的呢 林老师 江科长 我带男朋友回来见你们了 快跑 他快跑 瞬什么 教主 可不还 二十个 神啊 那边 有九十九 一十五 那边 小镇是吧 对 你坐 坐 喝点水 别客气 这天津这孩子也真实的 带朋友回来 也不事先说一声 实在不好意思 叔叔阿姨 到晚上呢 还来打扰你们 对不起 打扰倒没有 就是不事先打招呼吧 没什么准备 爸招待不周 招待不周 妈 郑远他不会介意的 是吧 爸 妈 你们俩这什么表情啊 不是天天嘟围着 让我带人回来吗 我现在带回来了 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这孩子 小 小镇啊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 你和天晴 认识了多长时间了 今天刚好十八天 才十八天啊 对啊 十八天 那你在哪儿工作啊 我在透蜜杂志社的 广告部工作 透 透什么蜜 刘展鹏那个单位的 对对对 刘展鹏是我的领导 但是你们别 别担心啊 刘展鹏和天蓝姐 那个 一只小蚊子 小蚊子 爸 妈 你看你们俩 把气氛搞那么紧张 你看爸整一下的 你 看我干什么 你想 想说什么 自己说呗 刚才这个气氛很融洽 正智是吧 业 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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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业啊 你的父亲 母亲 是哪里人啊 我父母是 是 死 死算咧 他爸妈在美国呢 只有他跟他大姐在国内 干嘛呀 你姐头告诉我了 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再说我爸都问了 你也像什么样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我 我怎么能 在叔叔阿姨面前撒 撒谎呢 我 我 我父母 是在美国 正业啊 爸爸妈妈都在美国 是吧 美国 你怎么没去啊 他有志气呗 他不想靠半弯 不打岔不行啊 谁问你呢 天晴说得对 我和我姐都觉得 在国内比较有发展 因为国内机会多 现在很多在国外的 不都回到国内发展吧 我家从我网上属三代 没有任何遗传重大病史 五福之内 没有犯过任何重大案件 九族之史 行行行了 赶紧说点关键呢 爸 妈 我今天带正业回来 就是想告诉你那声 我们俩决定 结婚了 要 你要什么 要结婚呀 结婚 要 要 给你 给你把拿出小救星法来 快 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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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啊 你怎么下来了 赶紧回去照顾你爸爸 我爸没事了 那个 今天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我爸会方便 我 你别适合我 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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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没犯病啊你 我要不犯病 这小子能走得这么快 你存心想吓死我你 你这人真实 你呀 我就是不被天晴气死 也得被你给我打死 你今天打我干吗呀 哪有什么一直笑蚊子啊 你还说呢 你刚才差点闯下掏天大祸 有这么严重吗 我姐跟刘争鹏离婚这事 我爸根本就不知道 你今天钥匙给说漏了 那就不是钥匙能解决的问题了 我爸这会就得去医院了 这都半年多了 你爸还不知道这事呢 那我可真得孝心点了 万一把你爸气出个三长两短来 我就甭想扣乱了我 看来你还挺胎跟我接外呼的 那当然了 那你就更得加把劲知道吗 你怎么在这儿 月亮光明都出来了 天不早了赶紧回去吧 我先送送你又再回去 我先看着你进去我再走 我不能送你 我最要先送你 让我送你一下 我听话 好 好吧 宝贝 宝贝 这个事我想了 咱俩就一个人做了 坚决不同意 让他死了这条心 什么就带回一个男的 这就结婚了 眼里还有你我吗 反了天了这是 我不管 要说你说 刚才你怎么不说话啊 这个话呀 只有你这个当亲妈的说 我这个当爸的 怎能说出口呢 再说 我不是犯着病呢吧 行 行了 行了 爸爸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不把你爸气死 你不甘心是吧 天晴啊 你给爸爸说实话 是不是你不想见崔叔叔那个外甥 你才故意弄个男的来吓唬你爸爸呀 当然不是啦 我不是都说过去你结婚了吗 我可没开玩笑啊 你们俩拿我说的话不得我说 还说没开玩笑 吃点药吧爸 吃什么药啊 这瞎胡闹 认识三十天都不早就要结婚啊 你跟我爸不也才相一次性就结婚了吗 那能一样吗 能一样吗 我跟你爸那是知根知底 我跟正月也知根知底啊 他 反正他对我知道挺清楚的 再说了 你们刚才不是都问了吗 还有什么不放心 我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这结婚不是过家家 那是人生大事知道吗 你懂不懂啊 我当然知道是人生大事了 要不然我带回来跟你们商量干嘛呀 你倒说正月哪儿不好 为什么不同意 不是他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你冷不丁地给我们带回一个人来 那儿就说要结婚 江婷婷同学 你总得让我和你爸有一个了解 和适应的过程吧 玩过山车呢 玩心跳是不是 没看把你爸玩得真真心 都快不跳了嘛 爸这都嘴了 婷婷啊 我和你妈 说我们两个不是老古董 闪婚这个词我们两个懂 但是这个事情 不能发生在我们这个干部家庭 这是很丢人的 就是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闪婚也是婚啊 也是婚一法保护的 再说了 国家法律又没规定 一定要谈赖来多久才能结婚 还狡辩 法律也没规定 说这个结婚非得父母同意啊 这有本事你别回来告诉我 这电视里不是都交了吗 偷一户口本就能把证给领了 你可真别激我 你们要是真不同意 我还真就这么干了呢 你干啥啊 这还干嘛 爸的气 行了 行了 爸 我不说了还不行吧 你先消消气等你好了我再说 好 行吧 好 今儿就把话说清楚 我跟你爸的态度啊就放在这儿了 对吧 江科长 你要想和他交往 那这就先看看再说 要想现在马上结婚 没门 绝对没门 好 今天我也表一决心 这人我炸定了 越快越好 好 干嘛呢 干嘛呢 你回来得正好 赶紧把我把那个 我房间那个旧桌子呀扔了 我在晚上订了一个新的 给新的腾弟吧 干嘛呀 你这大晚上搞家庭建设 还这么大规模 你要干嘛呀 你发烧了 你才发骚呢 我 我青春得很 你的房间也给我好好收拾一下 把那些没用的旧的东西 统统给我扔掉 我想过了 趁你跟江天晴结婚之前 我要把这房子 里里外外重新装修一遍 我们要迎接崭新的生活 姐 你没事吧 不是 你要是有什么事 你告诉弟弟啊 要人弟弟给你找人要钱 弟弟给你借钱去 你别这么吓唬啊 谁吓唬你了 我好端端地 要人要钱干嘛呀 那你这么神经兮兮的 你要干嘛呀 我这不是神经 我这叫精神 坐 跟你说 坐 听姐姐我跟你说啊 刚刚我不是说 我们得开始崭新的生活吗 你想啊 你要结婚了 是不是新开始 嗯 嗯 你姐姐我离开老东家 是不是得找新工作 嗯 这是我们人生中 辞旧宁兴的重要时刻 嗯 所以必须得装修 你放心 装修对我来搞定 一定让咱们家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每一个角落 都散发出 勃勃生机 我回来了 天黑请闭眼 喝 跟我玩这个 行啊 杀手请杀人 杀人完毕 天亮请睁眼 来 这我知道 天亮帮眼睛 实货 哈兰子 我觉得你还是保持 你跳舞的爱好为好 窥探别人隐私那是犯法的 咱不培养这种爱好啊 我没有这种爱好 我下大本钱 是给你装备的武器 给我的 还武器 明儿你戴着这武器 再戴着杜敏秋 找一空旷地带 数星星看月亮 她潜伏能做到的事情 你也能做到 我跟你说了嘛 杜敏秋对我没那意思 别老瞎说 我跟你说 今儿下午我去了你们公司 跟杜敏秋见了一面 你去我们单位了 去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又不见你干吗 让你知道 我说大蓝子 你说你跟我添什么乱吗 跟你说了别管别管 你要真能自己搞定 我还懒得管呢 真是的 我告诉你吧 我去跟杜敏秋进行了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 卓有成效的谈话 说结果 结果就是杜敏秋必须得成我们老刘家的儿媳妇了 你小子 眼睛够毒的 可以啊 到底是我的儿子 我今儿一见杜敏秋 真漂亮 有文化 有气质 有教养 我说你要是当初就给我娶这么个儿媳妇回来 咱家现在不知道幸福成什么样了呢 都给拆了 我装得回去 不是大蓝子 我再跟你说一遍 人家杜敏秋没看上你儿子 他对我没那意思 可就今天我跟他谈话的感觉 我觉得他对你不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只要有一点意思 不用多 只要有一点意思 这事他就有希望 那你凭什么说会有希望 感觉呀 你妈是天蝎座的感觉特好 你不知道啊 你还跟我了解星座来了 大蓝子我跟你说 你 你不管怎么讲 你今天去单位就不对 你说你跟他这么一见面 弄得我们俩那么尴尬 我 我以后怎么见呢 怎么不能见啊 大大方方的见 正大光明的见 跟我公平公正的见 怀揣正义的见 那我是够见的 过来 我这是跟你认真的说感情的事呢 你告诉我 是不是现在还没有正式地追过敏秋 笨四渣的人啊 追什么追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这女人不管多大年龄 都希望有人追 你看你妈我 那老龄头追我多长时间了啊 我拒绝一次他追一次 我拒绝一次他追一次 摔倒了爬起来 爬起来再接着追 敏秋就拒绝了你一次啊 你就准备打退堂鼓了 听着妈告诉你啊 这个男人追求女人的三点 最重要的 第一坚持 第二不要脸 第三坚持不要脸 只要你能坚持贯彻这三点 那就没有你追不到手的女人 你这一套一套 你都跟谁学的呀 这还用学嘛 我告诉你 敏秋她前夫好 你得比她前夫更好 要文的咱们给文的 要舞的咱们给舞的 我就不信我儿子 这么优秀这么棒的儿子 比不过一个死人 牛 大篮子 你不愧为天蟹祖 我 我好好研究研究去 你妈我谁呀 是 我妈我 那是 我妈妈 那是 你只要你 我